- 马斯克有没有想法要做下一任美国总统 - 大家都在说万事万事 - 可是万事也就是一个小川普而已 - 川普会不会就问马斯克 - 你想不想做美国第48任总统 - 这也是有可能的 -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欢迎收看CTITalk的网络论坛 - 两岸下一步重磅对谈 - 我是洪淑芬 - 在川普当选的总统之后 - 他这个礼拜可以说是非常火速的公布了格远的名单 - 包含了国务卿国安顾问等这些人选 - 被认为是对中英派 - 这是不是意味着呢 - 中美的外交在一开始就要走向比较强硬的路线 - 而另外马斯克呢 - 在促进美中关系上 - 他会不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- 他会是北京所期待的下一个季星级吗 - 另外一个川普政府是不是会采取反向的尼克森战略 - 采取的是联俄抗中 - 指中美两大国的博弈 - 在未来将会如何的进行 - 牵涉得到也是两岸的关系 - 好 今天我们从美国的内部谈到中美关系 - 最后我们再来谈两岸 - 先介绍今天的三位重磅节的来宾 - 第一位是文化大学讲座教授杨永明杨老师 - 苏芬好 大家好 - 第二位是政治大学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 - 袁毅袁老师 - 主持人好 观众好 - 第三位是淡江大学战略所教授李大中李老师 - 主持人好 大家平安 - 好 看到本周的川普的内阁人选 - 一开始才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- 马上噼里啪啦有十八位的这个内阁的阁员出来 - 那其中的这些都让有一些共和党的党员非常的震惊 - 当然华盛顿有人说也是非常的震惊 - 我们就先来看看这十八位的这个阁员的名单 - 那我们看到一开始呢 - 大家比较知道就是卢比欧的部分 - 他是国务卿 - 那还有就是威尔斯是白宫的幕僚长 - 瓦尔茨白宫的国安顧问 - 还有这个赫格赛斯 - 待会我们来谈一谈这位新的国防部长 - 那还有包含诺鲁拉 马斯克 - 另外还有这个雷克里夫以及霍曼等等 - 待会我们会一个一个来谈论 - 我首先要请教一下杨老师 - 因为其实呢 - 先也说大家不用那么的惊讶 - 为什么呢 - 因为川普的这些动作呢 - 其实是要引发愤怒的 - 这是他想要得到的效果 - 但是呢川普这一波的梦幻团队 - 老师你觉得他的特色是什么 - 有没有哪一些是让你跌破眼镜的 - 他有两组特色 - 一个就是年轻 - 对 - 然后少阅历 - 对 - 但够忠诚 - 够忠诚 - 这个是这一组特色里面 - 就是关键的 - 就是够忠诚 - 对 - 那通常年轻少阅历的话 - 也就是够听话 - 对 - 那第二组特色呢就是鹰派 - 反中 - 挺以色列 - 你整个去分析主要的这些任命 - 其实 - 尤其是刚开始任命的国务卿 - 国安顾问 - 国防部长 - 他们其实都非常挺以色列 - 那这个反中鹰派 - 这也是川普一直在 - 等于是他发动的中美新冷战 - 当川普2.0开始了之后呢 - 我觉得中美新冷战 - 就不用话问号了 - 他就是变成现在进行事 - 那但是他的这个 - 内阁 - 一个关键字是什么呢 - 就是川普 - 那还有呢 - 来掀桌子的 - 我觉得其实 - 讲这些时代话啦 - 大家也不要说什么梦幻 - 我觉得那个字我说不出来 - 因为大家都没想到 - 所以他是梦幻团队 - 如果以这个标准 - 我们在座的话 - 很多人都可以当美国的部长 - 对不对 - 真的是 - 我觉得从美国人的长久以来 - 不要说什么体制内啊 - 或者是说建制内啊 - 你要在一个这个大国里面 - 担任这个部长 - 你理下这个引导的 - 不只是上这个千亿的 - 就是说台币 - 这些预算几百万人 - 尤其美国国防部 - 你没有一定的资历 - 你怎么去做这个领导 - 是 - 所以换言之 - 他们不是来领导的 - 他们不是来领导的 - 是来听话的 - 他是来掀桌子的 - 是来掀桌子 - 他是来替川普报仇的 - 然后呢 - 来去削减人事预算 - 然后把整个民主党所建构的建制派 - 跟进步派所影响的这些建制派 - 那在官僚以及在这个过去民主党 - 所任命的这些人里面 - 他要把他完全的做这个就是cleansing - 清扫 - 要清扫 - 那当然这也配合的就是马斯克跟另外那个就是印度裔的富豪 - 他的所谓的建制派 - 叫维维克拉马斯瓦米 - 拉马斯瓦米 - 我觉得那是马斯克把他找来了 - 以免自己变成一个单独的这个对象 - 那他是叫做政府效率部门 - 那什么意思呢 - 拉马斯瓦米已经讲了 - 可能会有几十万人会要离开哦 - 我们要砍掉多少的这个预算 - 所以他是从这个政府预算委员会 - 叫马斯克 - 然后呢川普 - 然后整个从上到下 - 那执行者就是这一些年轻没有经验 - 但是绝对效忠听话 - 然后他们也要去证明他自己 - 然后呢开始在做这个部会 - 每个部会里面的这个等于是削减 - 然后开除人 - 然后减少预算 - 我觉得这个是川普一直以来认为 - 但当然同时也是对过去这些 - 特别有一些部门 - 情报总监 - 司法部 - 卫生部 - 教育部 - 教育部他可能根本都不会任命部长 - 他让教育部消失都有可能 - 那我是觉得国防部啊 - 这些单位他其实觉得说 - 过去这个不只是他针对他个人 - 针对美国也都跟他的理念不合 - 所以我们再看吧 - 大概一年到一年半 - 这个现在这个目前已经提出来的认可 - 还能够多少人留下来 - 能不能够一半以上留下来 - 所以大家都会很努力 - 大家都知道自己被提名的最主要的工作 - 但这个会引起很大的骚动 - 反弹 - 甚至呢 - 你在工作上都会产生这些质疑 - 然后呢无法在工作上这个投入进去 - 那他们用的底下的人谁会听他们的话呢 - 他不能太- 虽然说有四千个人可以做政治任命 - 但是有更多的工作是要由长任文官这样上来的 - 那长任文官上来就像这个国防部 - 也许我们等一下谈 - 哪几个三星的将军或四星将军会这么服气 - 这个国防部长 - 以及这些人呢 - 所以可能很快的一段时间 - 一年一年半左右 - 就整个大的清扫之后呢 - 会有一批新的人上来 - 也不一定 - 但是我是觉得 - 川普的这个 - 也代表着美国美矿玉夏 - 也就是他的这个两个意涵 - 一个是他的建制派本身已经开始出现 - 这种木器官僚 - 然后无法因应这种过去美国大国霸权 - 的这种弹性的政策跟战略 - 然后呢 - 他要这样子的去做这种削减 - 然后这种去整个对抗 - 就建制派的话 - 我觉得也会引起 - 就是很大的反弹 - 而他用的这些人 - 参议院 - 我都知道共和党的参议员们 - 都已经有很惊讶 - 因为这些人都要经过 - 除了国安顾问之外 - 都要经过参议院的认命 - 认这个同意 - 也许在现在这个选完之后 - 以共和党掌控现在52席嘛 - 至少可以过关 - 可是必须要相当大的力量 - 因为来自于民主党这些人 - 一定会强烈的批判 - 你凭什么 - 你做过什么 - 你的理念是什么 - 你要去做什么 - 然后美国的媒体 - 现在的主流媒体 - 还是倾向进步派民主党的 - 他们事实上是见烈欣喜 - 只是现在没有动作不讲话 - 等你到了参议院任命的时候 - 现在等着 - 磨刀霍霍 - 如果让美国人民觉得 - 他来乱搞的 - 那他一旦任命同意之后 - 会同意 - 同意之后呢 - 就真正证明他是来乱搞的 - 他整个破坏了美国的这个体制 - 我不是很支持美国现在的体制 - 但是媒体上会呈现 - 对 - 美国现在的体制事实上真的已经老化 - 而且已经完全无法负担他作为一个霸主 - 这个大国的这样子一个态势跟能力 - 那真的很严重 - 从军方到外交部门都是如此 - 可是对美国人而言 - 对美国媒体而言 - 对民主党的这些议员跟媒体而言 - 这个是来毁灭我们国家的 - 他会制造这样一个印象跟诉求 - 那这些人真的是很多人是拿不上台面 - 而且很多人有问题的 - 那个司法部长以前就是司法部要追杀的人 - 他现在倒过来要追杀司法部 - 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标题就是用这样子 - 改字 - 所以可预见是说在川普上来之后 - 可能会有一波的内部的动荡的时间 - 我接下来请教一下袁毅老师 - 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波的这个新的格约名单 - 年纪都蛮新的 - 那很多是1980年后的 - 那我们看到包含了卢比欧53岁 - 那瓦尔兹50岁 - 尤其刚刚提到的新的国防部长赫格赛斯 - 只有44岁 - 那很多的这个前任还有现任的 - 这个国防的这个军事指挥官都说 - 川普这个举动的简直是荒谬 - 是一场该死的噩梦 - 老师怎么看 - 我们作为一个局外人 - 看这个新局面 - 我个人有一个体会 - 是 - 这是标志了一个美国政治未来40年走向的一个关键 - 至关重要的时刻 - 我就想到1978年 - 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标志的是一个改革开放 - 对 - 那这一次的选举 - 美国的选民选择了这么一个 - 有革命 - 有革命勇气的这么一个 - 共和党在此时此刻 - 我觉得我们往后看 - 先看往后看四年 - 这个时间框架 - 是 - 就是说因为川普只能做四年 - 对 - 所以他现在的格局 - 他现在的安排应该是要超越四年 - 他希望他的后任 - 他的后任能够持续这场革命 - 所以说我们看看 - 但是美国的宪政体制很多限制 - 第一个两年以后的其中选举 - 也就是说他的时间必须要压缩在非常短的时刻 - 也就是前两年 - 对 - 因为两年以后国会要改选 - 通常惯例 - 那是反对党又会获胜 - 所以说在基于此 - 我觉得川普此时此刻的心情 - 如同当年中共希望把这个改革开放作为一个标志 - 那川普希望他要改革 - 但是他不是开放 - 他是内卷化 - 内卷化 - 所以说我们关切的第一个面向就是说 - 他这些所作所为的这个 - 这个精神风貌是一个内卷化 - 也就是要来整顿一下 - 长久以往在民主党长期执政下面 - 引领美国霸权走向衰败 - 这是个颓势 - 所以说他必须要找一帮 - 这个年轻的这个热血的 - 有干劲的这个小将 - 这帮人这些基本上都符合了这个特质 - 第二个就是说 - 如同前面杨教授所说的 - 就是说必须是百分之百的政治忠诚 - 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 - 以最强硬的手段 - 这个非常理的这个方式 - 要让这个总统的这个意志 - 能够彻底换彻 - 它必须是如此 - 要有一个震撼 - 也就是对现有体制 - 因为选民已经赋予了这个执政党 - 它的合法性 - 也就是说否定了过去民主党 - 民主党所统治的这个治理的 - 这方方面面的所有的制度的安排 - 人事的安排或者理念 - 所以从这个角度 - 我们基于同情美国的角度看 - 我觉得这个是它一个最后 - 奋力一搏的一个很关键的时刻 - 所以不管它 - 让大家跌破野镜也好 - 或者说让大家有一点 - 这个吃不消也罢 - 但总体而言我觉得下面的戏码 - 会是一个非常戏剧化 - 有震撼力的这么一个体制性的冲撞 - 的确对于川普来说 - 他的时间压缩的很快 - 因为第一就说他只有四年的时间 - 而且两年后的其中选举 - 所以等于是说他只有压缩到两年 - 他必须要有所作为 - 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一波的格约的名单 - 很多都非常年轻 - 一九八年年后 - 那有人认为说一来是因为川普他没有办法再继续的这个连任 - 因为他只有做了两任了 - 那第二就是说他必须要为接下来他的政治遗产 - 来做一个移交 - 一个转移 - 所以他任命的这些非常年轻的一些格员 - 那我接下来请教一下李老师怎么看 - 就说他整个的是不是为了将来后任 - 有人说是不是范思 - 为范思来做好一个基础 - 做一个打理 - 老师怎么看 - 我觉得机会非常大 - 当时川普挑他副手的时候 - 这个年龄跟世代就他考量的重点 - 是 - 所以这个年龄大概只有他将近快一半的范思 - 应该就是他所指定的接班人 - 那第二个是我觉得就像刚才两位老师所说 - 川普挑人的这个标准其实非常明确的 - 第一就是服从性跟忠诚度 - 第二你要跟我是味道一样 - 立场非常一致 - 如果你有一些不一样的立场 - 基本上被扫除名单 - 或是曾经唱过反调的 - 或是曾经挑战过我的 - 或是曾经在我最低迷的时候 - 你跟我保持距离的 - 这样他是永不入用 - 第三是这一次的确有好几个比较中壮 - 而且是50以下 - 除了国防部长以外 - 我点一下名 - 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 - 43岁 - 驻田国大使非常年轻 - 40岁 - 就是史蒂芬尼克 - 司法部长42岁 - 环保署长44岁 - 还刚讲的这个政府效率部的共同主席 - 拉玛斯瓦米不到40 - 这些是中壮蛋 - 而且我要跟第一任比较的话 - 我就有一个重点 - 第一任 - 这个川普没有那么多的信心 - 所以我们看他的国安团队里面 - 用的比较多是老臣老将 - 比如说国防部长马迪斯六十几岁 - 陆战队四星的退伍上将 - 那还有包括谁 - 还包括所谓的这个 - 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凯利 - 也是前陆战队四星上将 - 还包括弗林 - 这个国安顾问三星中将 - 还包括第二任的国安顾问 - 这个麦马提斯 - 是现役的陆军中将 - 三颗星星 - 但这一次有没有这样子 - 其实没有 - 他用了一些是比较鹰派 - 有军旅背景 - 但是带着中低阶的军官 - 这代表什么 - 我觉得川普比较有自信 - 因为第一任他想让大家觉得说 - 我用很多在军中 - 很有声望的 - 很受好评的 - 那现在我觉得第二任 - 最重要的地方是 - 这些应该是川普邦 - 他在建立他的川普邦 - 就是我有信心 - 而且这是我第二任 - 我就不用为了迎合 - 社会大众的一个想法 - 我就直接用川普邦 - 第三个我觉得关键是 - 以第一任的经验来讲 - 要看现在川普有没有进化 - 第一任其实我们看到 - 光国安顾问用了四个 - 四年用四个 - 国务卿用两个 - 提勒森跟所谓的庞贝欧 - 国防部长用两个 - 包括一个是马蒂斯 - 后来的艾斯培 - 而且这里面很多人跟他是闹翻的 - 就走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好话 - 而且大概一辈子细细也在联络 - 不见面 - 包括他的副总统 - 所以要看川普这次有没有进化 - 第二是因为刚刚讲 - 虽然他挑选的时候 - 是跟我一样 - 背景很像立场一样的人 - 但是这里面 - 其实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- 我们要注意一下 - 拜登虽然被川普批这么惨 - 但拜登的稳定性非常高 - 他的国务卿 - 国安顾问 - 国文部长四年用到底 - 对 - 这是第一个 - 第二个是所有政策的重要方针 - 拜登的官民讲话是高度一致 - 就像是用一个 - 像鹦鹉讲话一样 - 所以外界不会有揣测 - 不会有什么黑白脸 - 不会有你东讲 - 今天讲这面讲这 - 但这个组成 - 川普这个组成 - 再加上他第一次当总统的时候 - 的经验来说 - 就不太一定 - 他需要比较长的磨合时期 - 所以这是我们观察的重点 - 你觉得现在所推出的 - 这些的格源 - 他们的任命会有多长的 - 这个赏位期 - 就要看 - 这赏位期就要看这个川普 - 他的团队的智底 - 就是川普自己有没有进化 - 因为当时他第一次挑人的时候 - 可能有些未必跟他这么的相近 - 或是在智底的过程里面 - 有人是不满意川普的领导风格 - 非常强势 - 或是直接干预直接介入 - 要看这次团队 - 但这一次都是小川普们 - 这次的年纪真的比较轻 - 但还是有几位比较老成 - 就年纪大 - 而且资历比较深 - 包括诸葛州长 - 所以我要看他这一次的这个状况而定 - 因为这会影响到美国政策的执行成效 - 我相信会比第一次好很多 - 好 不过我们看到这一次呢 - 川普所言蓝的几位 - 大家有觉得他有共通点 - 就是呢 - 对中是鹰派的 - 包含了像是瓦尔兹 - 路比欧这些人士 - 因为他们接下来掌控的是 - 这个外交的政策 - 那老师怎么看 - 这一次看起来 - 就是说有几位 - 他的态度上面 - 立场上面的比较的鲜明 - 那对于将来的中美的外交的关系 -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- 我看了一篇报导 - 说北京这边 - 这个喘了一口气 - 喘了一口气 - 好像- 没有蓬佩奥 - 没有蓬佩奥 - 没有欧布莱恩 - 那是不是也许 - 就可以有一个新的局面 - 可以去新的沟通 - 我觉得报导胡说 - 北京还怕谁当任何职位吗 - 是 - 哪一个现在美国 - 不管是民主党 - 共和党 - 不就是两党共识 - 因为现在中美的竞争对抗 - 这个不只是 - 美国内部政治的两种共识 - 现在看起来 - 已经变成是个历史的大的 - 这种格局 - 那在美国这个即将 - 就是已经开始消退 - 衰退 - 然后可能会出现动荡的这样子 - 一个霸权 - 那开始 - 你就看到他任命的这些人 - 你就不觉得 - 这就是一个衰退的征兆吗 - 是不是 - 十大恶人嘛 - 基本上是 - 对不对 - 而且这个大宗说的没错 - 十大恶人到最后是相互消耗 - 自己本身在互砍互杀的 - 那当然等待最后的这个老板 - 出来做协调 - 或者是说 - 在用谁不用谁 - 那他们一直对外的 - 当然就是说 - 在这个对中国政策的态度上 - 是一直延续华盛顿的 - 整个美国建制派的共识 - 也就是中国的崛起 - 对美国是一大国安的威胁 - 跟挑战 - 而且是方方面面 - 已经不需要去讲什么理由了 - 拜登的这些政策就是如此 - 但我的感觉 - 其实这还牵扯到就是 - 你在各个部门里面 - 你本身的工作 - 你第一时间的政策目标 - 它政策目标是对内 - 它第一时间 - 然后呢你也怎么样 - 集结你的现有的资源 - 能力跟人才 - 然后呢去对外 - 那你在对外的时候 - 你不管 - 除了军事 - 除了这个国务院 - 跟就是国安会之外呢 - 其实其他的部门 - 你面对国际的时候 - 大家都会质疑你的历练 - 你的论述 - 你是不是代表 - 但他无所谓 - 因为我现在代表的是川普 - 刚开始大家会觉得 - 有点距离 - 有点怕 - 一阵子的时候发觉到 - 其实你也不过就可能是 - 一个纸老虎 - 那当然现在大家怕的 - 就是在关税的这个层面 - 那压力最大的反而是 - 美国的盟邦 - 美国的盟邦反而是 - 因为过去习以为常的那套的互动 - 人员 军费 贸易的往来 - 完全会巨大的改变 - 所以有人说这个川普上来之后呢 - 第一刀砍向的反而是他的联盟 - 他的盟友 - 是 现在在欧洲的这个媒体 - 非常担心 - 尤其德国 意大利跟爱尔兰 - 这个三个对美国是主要出口的国家 - 那德国尤其是77% - 是他的这个汽车 - 那出口到美国来到了1760亿欧元 - 是欧洲最多的 - 然后呢爱尔兰跟意大利分别都接近有600亿的欧元 - 出口到美国 - 那享有就是相当高比例的贸易顺差 - 那美国就是逆差 - 川普一定是照比例这样排下来嘛 - 谁是第一谁是第二的贸易逆差 - 但是对中国大陆而言 - 其实所谓的反中或鹰派 - 这都是预期中的 - 那是不是 - 如果是蓬佩奥或是欧布莱恩的话 - 欧布莱恩 - 我觉得北京反而觉得 - 哦 - 我们熟悉就是这样子的 - 我们熟悉的 - 对不对 - 但是乌比尔 - 乌比尔 - 乌比尔另外一个特征是 - 他反古巴挺以色列 - 所以呢 - 我是觉得乌比尔这个角色 - 其实在国际上而言 - 我们要关注他 - 他算是有相当的政策经验 - 那他也跟川普在卓瑞达 - 就是说在这个互动也是很高 - 所以我觉得乌比尔可能在整个 - 美国对外的外交政策上 - 会代表一致相当程度的川普的 - 政府的这个发言 - 那但是呢 - 其他的层面能够 - 是不是相当的配合好 - 我就很质疑了 - 那像他现在这个国安顾问 - 没有太多的军事外交 - 或者是学士上的经历的 - 那他怎么去整合 - 那我自己在国安部门带过 - 基本上你这是做幕僚 - 对 - 你不是在台前里面去 - 这个喊这个政策 - 那是卢比尔的工作 - 但是呢 - 美国的国安顾问 - 当然也可以更积极一点 - 可是主要的是你要去会诊 - 所有的各个部会 - 或者是相关的领域 - 提供川普 - 这个市局的变化 - 然后提供什么样的建议 - 可是我想 - 大概川普的思维 - 不是这样子 - 他是倒过来 - 他是说 - 你就是把我的意志 - 要讲出去 - 是 - 去把它制定的这个可行政策 - 然后给我一个方案B - 方案C 方案A - 然后呢 - 我会去选 - 然后呢 - 叫这些部会去执行 - 所以我是觉得 - 这个世界 - 接下来这几年 - 会是一个动荡的 - 从经济面到安全面 - 到地缘面 - 这个动荡 - 不只是美国内部 - 还包含了 - 这个全球的一个局势 - 我接下来 - 请教一下袁老师 - 怎么看中美未来的 - 一个外交上的关系 - 是不是会更加的强硬 - 你就说川普呢 - 用这些比较对中英派的人士 - 那执行他自己的意志力之下 - 是不是呢 - 对中的一个走向路线 - 会比以前更加的强硬 - 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- 我这几天跟大陆的好朋友交流了一下 - 我想听一下 - 他们对于这个人民的 - 的一个感想普遍的反应 - 大家就是觉得是说 - 不如他们的预期 - 因为他们跟那个长久以往 - 跟过去四年跟民主党打交道 - 或者说中方事实上 - 在内心上是比较倾向于 - 更愿意民主党能够继续当家的 - 所以对他们而言 - 我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失落 - 但是也不是意外 - 因为他们预期到 - 这个强硬的对抗的 - 反中的这股势头 - 又重新来了 - 所以他们也能接受 - 也能期待 - 但是我们必须 - 从比较准确的说法 - 就是说原来在过去 - 川普跟川普 - 对不起 - 拜登和习近平所达成的 - 旧金山峰会的共识 - 可明确地说 - 从明年1月20号 - 那是终止了 - 那当初他们恢复到什么程度呢 - 也不是全面的 - 也就是中美关系 - 即便恢复了在这个过去一年的 - 这个所谓新的好的势头 - 缓和的势头 - 那也是局限在部分 - 针对如何处理危机 - 所以说我们现在全程来看 - 就是说未来的走向 - 两国的关系有四大危机 - 第一个危机就是战略不稳定 - 第二个就是军备竞赛危机 - 第三个就是军备控制危机 - 第四个就是这个政治危机 - 两国的最高的关系 - 这个战略是呈现一个不稳定的局面 - 那如果这个作为一个背景的话 - 北京开始要如何的来面对这个挑战 - 我觉得对于美国 - 对于北京而言 - 它自己的全球部署 - 在过去是没有因为跟美国的关系恶化 - 而有宗旨 - 也就是说没有改变它原来的全球布局 - 只是说我们可以预见到 - 在未来的这个新政府 - 美国的新政府里面 - 所谓它如何来体现 - 让美国再强大的这个运动 - 它是用一个运动政治运动的概念 - 对外关系里面 - 之前有三派 - 那很明显的蓬佩奥 - 这些所谓建制派 - 共和党里面的建制派 - 已经是被排除了 - 所以下面剩两派 - 一个就是优先派 - 另外一个就是克制派 -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优先派 - 优先派它有很清楚的认识 - 就是说美国在军事战略上 - 必须是要进行一个战略收缩 - 也就是要把所有的精力 - 所有的资源 - 要面对中国的挑战 - 所以说看起来 - 全力以赴 - 来因应中国大陆 - 对于美国所产生的压力 - 尤其被任命的新的国防部长 - 我看过他一个访谈 - 他很清楚的 - 他说解放军所拥有的超音速的导弹 - 可以有效的歼灭美国现有的十艘航母 - 他说国防部 - 美国的国防部 -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所进行的兵推 - 结果都是解放军大胜 - 美国大败 - 所以说他其实脑袋很清晰的 - 也就是说他所面临的这个中国大陆挑战 - 就是美国要进行一个战略的大调整 - 战略的大收缩 - 全力以赴 - 于是乎如果这个是作为一个背景的话 - 那我们就可以期待了 - 那可以期待在周边的 - 亚洲周边的 - 东北亚的 - 东南亚的 - 南海的 - 还有台海的 - 这些有引爆 - 隐患的 - 这些地区 - 这个新政府如何来处理 - 好 就像袁老师所说的 - 新任的这个国防部长呢 - 对于这个解放军 - 能够很快速的歼灭 - 这个美方的航空母舰 - 其实呢是非常的清楚 - 不过接下来我请教一下李老师 - 那接下来美方怎么样 - 对于他外交上的这个策略呢 - 有所的是不是调整 - 包括有人提到说 - 会不会呢 - 就是所谓的采取反向尼克森 - 跟战略 - 因为您是克森总统 - 在过去冷战的时候 - 就是联合中国去打苏联嘛 - 那现在会反过来 - 去联合俄罗斯 - 要去对抗北京 - 对 其实这一直都是 - 大家的这个传闻之一 - 因为川普在第一次 - 当总统的时候 - 一般判断是 - 他对俄罗斯的影响不差 - 他对普廷是有称赞的 - 即便那时候已经是2014年 - 已经是俄罗斯并吞了克里米亚 - 但是川普还是选择 - 在第三地 - 我记得在芬兰建了这个普廷 - 当时川普面临到很多的一些压力 - 包括民主党的攻击 - 甚至是一些比较建制派 - 传统共和党说 - 你去建普廷干什么 - 川普不但是建了普廷 - 建完之后还为普廷 - 曾经说普廷没有干预 - 介入我们2016年的总统大选 - 他为他背书 - 这是他一开始的想望 - 但是后来的整个情势 - 当然不如他所预期 - 包括川普用的第一位 - 国务卿提克森 - 来自于商界的石油公司的CEO - 他跟普廷的关系都很好 - 但是后来当然没有走到 - 他想要的那一步 - 一直到现在 - 那有没有可能去 - 所谓的反向尼克森 - 我觉得现实面上 - 还是有诸多诸多的挑战 - 我觉得最重要的观点是 - 有没有可能在一定的状况之下 - 先让俄乌战争可能平息掉 - 这可能是川普目前想要做的事情 - 当然达到这一点的话 - 他可能要跟俄罗斯之间 - 有点程度的和缓 - 但是和缓有没有 - 都能大到说 - 我拉拢俄罗斯 - 回过头来对我 - 对付我最长期的战略竞争对手 - 中国大陆 - 我觉得这个难度是 - 门槛是非常非常的高 -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 - 我觉得对于北京来讲 - 他在选举前应该有充分的 - 两手准备 - 一定有 - 因为拜登打了四年交道 - 不太满意 - 我非常清楚美国的手法 - 一方面说 - 我要跟你设防护栏 - 要沟通 - 要恢复对话 - 但返回来 - 马上还是 - 对中国大陆所有的遏制 - 是没有任何的松手 - 这就是拜登 - 而且他会用多边的 - 集合盟友跟伙伴 - 大家一起来 - 那川普呢 - 川普北京对他 - 双方都不是第一次打交道 - 都有很多的经验 - 如果北京还记得 - 那四年的经验的话 - 会对于川普所有的一些 - 放话啦 - 政策的姿态 - 都不见得第一时间 - 会很认真处理 - 因为当年的这个中美关系 - 从20162017 - 他当选之后 - 就开始出招 - 一中问题是我们的选项 - 要不要做看你的 - 诚意而定 - 2017年关系回暖 - 2018年猪羊变色 - 这就是川普 - 最后一个是我认为 - 目前川普商人之后 - 所有美国对于北京的 - 压制的作为 - 它是叠加性的 - 叠加 - 拜登叠加了川普 - 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- 没有任何的松绑 - 他在加码科技封锁 - 掐脖子 - 那川普再回国之后 - 是在现有的技术上 - 往前去推进 - 他底部的这些 - 没有任何松动 - 所以对北京来讲 - 应该也很清楚 - 美国不管是谁 - 就是把我当成是 - 长城的战略竞争对手 - 只是手段跟方法 - 各有巧妙 - 但基本上压力 - 我觉得不会轻易的减缓 - 我接下来还是要 - 请教一下袁老师 - 怎么看就是说 - 川普有可能会采取 - 这样子的反向尼克森战略吗 - 因为美国跟前苏联 - 有冷战50年的 - 累积的打交道的经验 - 所以说他们两个 - 在冷战时期累积了 - 长期有制度性的关系 - 尤其是战略竞争上 - 这个跟中国大陆 - 是处于一个非常不一样的阶段 - 这也是让美国比较担忧的 - 原因就是说 - 它和 - 刚才我提出来的 - 它和中国大陆在军事竞争上 - 比如说军备竞赛 - 到目前为止 - 还没有达成任何一个双边的协议 - 在冷战时期 - 美国跟前苏联 - 有一连串的制度性的安排 - 也就是说 - 可以进行军备竞赛 - 但是彼此之间都有一个 - 心里都有一个数 - 因为都有一些约束 - 这个是在未来的发展里面 - 尤其是中国大陆在军备的发展上 - 是超乎了美国的预期 - 但是它超乎它的预期 - 但是又不可控 - 这个我觉得 - 未来的美国国安部 - 在这个议题上 - 可能必须要花一些心思 - 也就是要确认 - 跟中国大陆的军备竞赛的过程里面 - 大家彼此之间 - 还是要有一个双边的默契 - 最好是达成一个协议 - 事实上在过去拜登的任内 - 已经开始在琢磨这么做 - 那这个是霸权 - 成熟的霸权之间的竞争 - 必须考量的最重要的一个要项 - 我们会高度的期待 - 看看这个未来有没有具体的成效 - 三位老师其实都认为说 - 这个美国未来对于中方 - 可以说是态度的强硬 - 这个方向应该是不会改变 - 但是各个国家 - 都是有自己的两手策略 - 我接下来请教一下 - 梁老师怎么看马斯克这个角色 - 因为有人就说 - 他会不会在未来中美的 - 这个外交的关系上面的促进 - 这个友好的方面 - 会有一点点的作用在 - 你怎么看马斯克的角色 - 有人说北京期待 - 他成为下一个寄星节 - 你怎么看 - 我们要先想问 - 马斯克想要在川普政权里面做什么事情 - 以及川普想要马斯克扮演什么角色 - 这两个问题都不容易回答 - 但是最核心 - 先讲川普想要马斯克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- 他知道他的当选 - 其实得助于马斯克很多 - 我觉得其实在媒体上 - 在激励一些人出来投票支持他 - 最后当然在财务上 - 马斯克捐了1.1亿的美元 - 另外仅次于他的就是一直都很支持川普的 - 前美国赌亡的遗孀 - 他从2016到2020到这一次都捐了1亿美元 - 所以呢马斯克到底在川普的这个概念里面 - 画面上照片上似乎把他当作家庭成员 - 不过你要知道川普是一个商人个性 - 当然他面对的是一个比他更有钱的 - 就是马斯克 - 所以这个地位上 - 他们从一个富豪的角度来看 - 其实你跟我已经是接近平起平坐的 - 所以他不觉得说他可以去利用他 - 然后作为他的下属 - 但是马斯克愿意来帮助他 - 他觉得是很大的好处 - 他会不会到了一段时间 - 比如说甚至半年一年之后 - 觉得马斯克开始对他 - 这个东指点西指点 - 然后影响到他的决策 - 甚至他的国际地位 - 跟美国在这个媒体上的认知 - 开始就跟他保持疏离 - 然后甚至把他给排除在外 - 大有可能 - 那马斯克想要 - 就是在川普政权里面做什么 - 我觉得他想要让川普当选 - 这个很清楚 - 那现在他也觉得透过川普的这个当选 - 要让美国他所批判的美国 - 这种浪费的官僚体制跟建制派要缩水 - 要变得更有效率 - 这政府效率部门一定是马斯克提出来的 - 也符合川普的想法 - 一拍即合 - 但能不能做到 - 这要看就是他 - 就是接下来的作为 - 但是不是他一个人做到 - 因为他就像我们的监察院一样 - 提出了报告 - 但底下部会能不能做到 - 所以他部会找了这个年轻没有经历 - 然后呢又听就是川普话的人 - 有众生度高的人 - 就做一个这个执行者 - 这个所谓的这个斬刀 - 那但是马斯克 -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目标就是 - 他想要在美国的太空 - 军事跟这个科技面 - 能够进去 - 也能够去产生一定的影响 - 因为来自于原邦的这个计划部门 - 跟政策预算非常大 - 你看他那个SpaceX跟那个NASA比起来 - 对不对 - 一个就是已经非常成就 - 但是这个资源很多 - 那SpaceX呢 - 却非常的弹性 - 所以在这个层面 - 将来的军工科技层面 - 马斯克跟他的公司一定有一个角色 - 这个是来回答你的问题 - 那会不会在外交层面 - 尤其是中美关系 - 它会去介入呢 - 我个人觉得现在初步 - 它可能不会跳到台面上 - 因为我刚刚提到 - 这中美之间的竞争对抗 - 这已经不是哪一个美国总统挡得住的了 - 因为这是一个权力的变化 - 这是个权力的变化 - 在西方人的观点里面 - 五百年来就是如此 - 它不一定符合我们 - 亚洲人或中国人看世界 - 但是在西方的观点里面 - 你就是一个挑战者 - 而且我就是要打压你 - 来维持我的地位 - 尤其是来自于东方 - 又政治制度不一样的 - 所以马斯克如果这个时候要去介入 - 维持中美之间的这种 - 关系的转换 - 像是基辛吉这个角色的话 - 不容易 - 但是呢 - 它的存在跟它的建言 - 会产生一些影响 - 我最后补一个就是 - 马斯克有没有想法要做下一任美国总统 - 哦 - 哦 - 大家都在说万事万事 - 哦 - 可是万事也就是一个小川普而已 - 对 - 那 - 以现在美国这个政治 - 以马斯克对 - 美国的媒体 - 在国际的威望 - 以及现在川普就是一任 - 嗯 - 那如果他跟川普之间的关系 - 这么的密切 - 而在很多的政策 - 又有他一定影响力的话 - 川普会不会 - 就问马斯克 - 嗯 - 你想不想做美国第48任总统 - 嗯 - 这也是有可能的 -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- 还没有人提出这个概念 - 还没有人提出这个概念 - 对 - 我这样就在想这个可能性 - 嗯 - 我觉得 - 其实他现在有点像是共同总统的感觉 - 哦 - 共同总统 - 要责任司机打电话来 - 他在旁边接电话 - 对 - 他也讲了十分钟 - 而且最重要的是 - 媒体还放出去 - 对 - 因为媒体放出去的意思就是 - 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- 所以他的政治力是高涨了现在 - 那当然 - 这个当然 - 嗯 - 国际关系的行为者的时候 - 通常讲国家 - 嗯 - 国际组织 - 还有个人 - 很少数的个人 - 对于国际事务有影响力 - 那马斯克就是一个 - 对 - 但是这个个人 - 现在跟前面那个第一类的国家 - 他结合了 - 也就是他进入到川普的这个政府 - 他进入到美国的政府里面 - 虽然有点诺吉诺尼 - 这个 - 就是说关系不清 - 可是呢 - 他已经是决策的核心中的核心 - 我已经看到有一些人放话 - 那个NBC - 写了一篇就是说 - 川普周边的人对他不满 - 但那个是假新闻 - 或者是那个是真的也有一些 - 你知道权利嘛 - 对 - 对不对 - 有些人就觉得 - 这个人实在是 - 占据太大的核心 - 对 - 我不只是要取悦这个川普老板 - 我还要取悦马斯克老板 - 太复杂 - 对不对 - 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 - 一定 - 但是这个报道出来 - 也有一点想去打压 - 压制马斯克 - 或者是制造川普跟马斯克之间的那个裂痕 - 这个裂痕的制造 - 跟这种新闻挑拨 - 一定会越来越多 - 但这就取决于这两个人 - 他们自己本身的关系 - 跟回到我刚刚讲的 - 川普希望马斯克要做什么 - 马斯克想要在川普里面做什么 - 然后呢 - 马斯克是不是有真的想 - 下一步的这种想法 - 这倒是可以观察 - 富豪想做总统的人太多了 - 川普也是一个例子嘛 - 没错 - 没错 - 台湾也有啊 - 对 - 好 接下来请教一下袁老师 - 因为刚刚提到的马斯克 - 请教一下袁老师对于马斯克 - 未来在中美关系上所扮演的一个角色 -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前国务卿 - 基辛吉在去年过世之后 - 那中美之间就缺少了一个 - 非官方色彩的这样一个中间人 - 那当然在大陆有很多的媒体 - 甚至有一些官方人士也在寻找下一个基辛吉 - 老师怎么看马斯克的角色 - 基辛吉跟马斯克的背景上有很多雷同 - 第一个两个都是外国出身的 - 说当年也有人提过马斯克 - 基辛吉可不可以担任美国总统 - 是不行的 - 根据美国的宪法 - 因为你是外国出身的 - 你是规划的 - 当年有过这么一个争论 - 那我觉得看马斯克他的成就 - 他吸引人家这个最主要的东西 - 是他在科技上的创新 - 确实他的所作所为 - 包括他的星链 - 包括他的SpaceX - 都是颠覆了长久以往 - 美国那个官僚主义大预算 - 所诟病的一个突破 - 我觉得这一点上 - 美国人给他一个很大的空间 - 因为他是用具体的行为 - 尤其他的SpaceX - 可以回收的 - 准确的把那个发射器 - 还回到那个母船 - 这个这个base - 发射架上 - 对 我觉得这个是 - 是吸引眼球的 - 但是是科技 - 好 现在我们要进行的 - 衍生的两个目标 - 第一个就是说 - 第一个阶段性 - 如果川普要赋予他这个重任 - 也就是来针对那个很臃肿的 - 无效率的联邦体制 - 那我讲的第一个就是NASA - 它是核奇的大的 - 一个规模大的一个利益团体 - 或者是说他曾经也承担了 - 美国重要在开发外控的一个角色 - 但是他必须是老旧的 - 其实你把这个逻辑继续放大 - 除了NASA以外 - 事实上美国有一些龙头的这个企业 - 包括波音 - 何尝又不是老旧了 - 所以说这一切一切 - 就是说在这场的这个总统选举以后 - 所牵引出来 - 未来我们可以看 - 期待 - 就是说他如何改革的对象 - 第一个就是联邦政府 - 这是我觉得这可以预期的 - 但是对于改善中美关系 - 我是保持高度的这个谨慎 - 也就是说这个想象 - 把马斯克 期待 - 他扮演一个中美未来的这个润滑剂也好 - 或者是关键的这个讯息的传递者也罢 -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审慎一点 - 因为这个是一个 - 我觉得真是一个高度的想象 - 这条路因为毕竟有体制 - 而且当年是一个冷战的背景 - 是一个秘密外交的状况之下 - 再加上基辛吉他是一个学者 - 我觉得这个可不可以复制 - 我还是有相当的保留 - 还是有相当保留 - 我接下来请下李老师 - 袁老师刚才提醒我了 - 没有错 马斯克他是在南非出生 - 这样子看起来法律上他是不能选美的 - 但法律是可以修法的啊 老师 - 也没错 - 但是就是这个不过是个大工程 - 但他可以做这个 - 背后的总统 - 背后的总统 - 他现在已经是共同总统 - 对 - 好 我接下来请教一下李老师 - 因为川普在之前谈了很多的孤立主义 - 但是呢很多的这个学者也认为 - 其实现在他要谈孤立主义是不可行 - 虽然他可能会在接下来 - 像比如说之前他已经退出了这个巴黎气候协定 - 然后包含的国际再生能源总署 - 他可能也会这个申辩 - 深圳的这个印太组织 - 印太计划 经济计划 - 他也有可能要退出 - 老师怎么看 - 虽然川普他讲很多的孤立主力 - 但是他真的会这么做吗 - 我觉得不会 - 应该是说他的重心可能会有移转 - 但是不会美国完全的退却 - 但有一点很重要就是 - 目前的共和党党内 - 那些新保守主义的这个力量 - 已经大不下滑 - 过去曾经主宰共和党 - 几十年的对外政策 - 就是说他比较善恶二元官 - 而且认为说不惜用武力去推翻一些 - 认为对美国不好的 - 或是不符合美国驾驶官的政府 - 比如说03年的这个入侵伊拉克 - 这样的这样的思维 - 其实是跟川普现在是非常的背道而直 - 那个卢比欧 - 卢比欧其实在早期有点这样的色彩 - 但是他现在已经是完全完全的没有 - 意思是说川普从他第一次当总统到现在 - 他的一个基本逻辑是 - 美国不会做世界警察 - 不会的 - 美国不会贝罗利分 - 把我们的军力 - 这么的宝贵的军力 - 随便用在一些 - 你认为说该推翻就推翻的地方上面 - 但这不叫做孤立主义 - 它代表说是某种对美国国家利益的一个界定 -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- 就不难理解 - 为什么川普很多他的旁边的人 - 包括凡斯 - 包括他自己 - 包括他可能会 - 未来会进入到国防部的第二层 - 或第三层的官员 - 都认为说乌克兰应该不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- 俄乌战争打下去 - 美国如果继续开 - 这个所谓的空白支票 - 源源不绝一直益住的话 - 对美国来说会妨碍他 - 在印太地区去正面要去 - 应对中国大陆的一个崛起 - 但是川普那些退群的路线 - 我觉得有些他讲的就会做 - 就像他第一任期做的时候 - 他说选的时候说TPP不要 - 巴黎气候协定不要 - 就不要 - 这个美俄的中程飞弹协议不要 - 伊朗核子协议 - 这些都是欧巴马斯维斯 - 他最重要的外交遗产 - 他说不要就不要 - 而且马上做 - 包括后来还说 - 要退出WHO - 那这次他已经有讲很清楚 - IPAV - 拜登弄了老半天的IPAV - 印太经营架构 - 他说他觉得对美国没有任何的好处 - 他会退 -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重心的移转 - 还有川普常常在讲说 - 他任内没有发动战争 - 他是在做收尾 - 在做结束 - 他甚至喜欢用他的口吻讲说 - 假设我在的话 - 俄乌战争不会爆发 - 假设我在的话 - 采海冲突不会 - 但是中共还是最终会 - 但我在的时候 - 我就有办法不会 - 算是一种他的那种style - 他的竞选语言 - 但多少反映出他的心理 - 他可能任内会做一些资源 - 会有方向的重新调整 - 但美国若真正回复到 - 所谓的孤立的话 - 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 - 是在亚太地区印太 - 那基本上美国就要断送 - 他二战结束到现在 - 七十几年的这个世界霸权的宝座 - 我觉得川普不至于此 - 好 - 不过我们看到就说 - 这次川普他任命的 - 这些新的格言当中 - 那大家讨论最多 - 第一个就是卢比欧 - 因为卢比欧未来他要执行的是 - 他是美国外交最核心的第一把交椅 - 那他的态度呢 - 就是挺台反共 - 过去我们认为他是这样的一个立场 - 非常的坚定 - 那我请教一下杨老师 - 对于台湾来说 - 是一个大力多吗 -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赖清德政府 - 不断开始在做连结 - 也包含了刚开始他当选的副总统的时候 - 跟卢比欧在这个美国的国家祈祷早餐会 - 曾经有合照过有谈过话 - 那包含了蔡英文前总统 - 也曾经跟卢比欧有过的一些的见面 - 所以大家认为说 - 是不是对于台湾来说 - 会是一个利多 - 这是我们台湾的想象 - 但是我要指出来 - 在大选之前 - 我们的布局显然不了解 - 谁会当选 - 以及如果川普当选了之后 - 谁真的对他比较有影响 - 或者可能会进他的内阁 -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- 我们的驻美代表余大雷去 - 就是犹他州的沿湖城 - 见欧布莱恩 - 在选后 - 要求他代为转交 - 赖清德总统的贺涵 - 那欧布莱恩也接受了 - 对 - CNN还报导出来 - 我不确定是我们驻美代表处放的话 - 还是说欧布莱恩放的话 - 都有可能 - 欧布莱恩放的话 - 想要加强他自己的这个筹码 - 希望能够进入重返 - 川普的这个内阁里面 - 他想要去做国务卿嘛 - 所以川普第一个先把 - 就是蓬佩奥在 - 那个他的媒体上说 - 他不在名单里面 - 不会邀请他 - 那第二个就是任命国务卿 - 也就是让欧布莱恩也觉得 - 现在没有他任何的位置 - 所以这个就是反映了 - 但我们这个台湾 - 从就是政府啊 - 到就我们代表处啊 - 没有清楚掌握这个问题 - 而且你那个时候难道不知道 - 川普他最重视的就是 - 现在担任他的白宫幕僚长的 - 苏西威尔斯 - 因为从2016开始就协助他 - 后来去协助德桑特斯 - 其实你直接要交信函 - 应该交给他的这个团队 - 而且这几年当中 - 我们在迈阿密的这个办事处 - 有没有跟这个苏西威尔斯 - 有任何的互动沟通的管道呢 - 那我是觉得 - 似乎他过去完全都押包在拜登政府 - 贺锦丽 -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- 也许稍微伸口气 - 现在是Rubio上来 - 但Rubio现在的的确确 - 他因为中国大陆对他的制裁 - 但我觉得也只不过是说 - 他可能在短时间之内 - 不会直接到大陆去访问 - 但是会在国际的多边的场合 - 会跟这个王毅一定会见面 - 因为川普绝对不会像是 - 就是这个拜登那么 - 以意识形态来去做 - 这个对立的切割 - 他还是会要求Rubio说 - 你还是要去见啊 - 什么你反共你反中 - 对不对 - 你要站在我们能够做什么交易的立场 - 从这个利益的角度出发 - 你还是要去见 - 会更有弹性的 - 会更有弹性 - 他甚至说你就要求说 - 你是不是能够去北京 - 那你是美国的国务卿 - 为什么不能去北京 - 你被他制裁 - 要他这个 - 他绝对不敢对你怎么样 - 中国大陆如果真的得到这样的要求 - 他也会接受 - 是 - 会给他豁免 - 因为他是国务卿 -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- 你甚至不要太惊讶 - 刚开始美中关系在高层互动上的展开 - 可能会还蛮频繁的 - 也不一定 - 因为已经在过去是高层 - 从领导人到高层到中间的这些官员 - 不管是国务院 - 商务部到军方都有 - 那这个体制已经 - 这个管道已经建立起来 - 这些大概都会维系下去 - 所以Rubio下来之后 - 他第一年川普面临到的是关税 - 关税 关税 - 前面三个都是关税了 - 对外的层面 - 那对外 - 对内当然就是在很多的这种 - 整个重建掀桌子 - 那但是关税之外是什么呢 - 战争嘛 - 俄乌战争 - 加剎战争 - 这也不是很容易解决的事情 - 至少不是在24小时之内可以解决的 - 我觉得 - 然后中美 - 川普说他一通电话就可以处理好 - 他是觉得他可以做得到 - 但是这个方向有可能 - 但是那个很多细节要去谈 - 因为欧洲的角色也会有在这个里面 - 所以这个要花时间 - 那卢比尔在这段过程当中 - 一定会忙于穿梭这些事情 - 然后呢中美一直都会是最 - 这个等于是最基础的 - 这种中美关系的对抗 - 是整个美国对外当中的 - 最核心的部分 - 可是他要到 - 这个就是说媒体的重要性 - 可能要到下半年的时候 - 才会呈现出来 - 这个时候大概某种程度 - 王毅跟卢比尔已经见过了一两次 - 所以我们在看他们是不是 - 哪一些议题上可能开始进行谈判 - 或者是交易了 - 我接下来请教一下袁老师 - 怎么看赖清德政府 - 是不是在这个美国大选的前后 - 似乎他摸不清这个方向 - 就是说有一点投资错人的这种感觉 - 其实我们公平一点讲 - 大部分的国家都比较倾向于 - 希望能够再跟民主党打交道 - 台湾不是唯一的 - 这是我的感觉 - 我觉得赖总统可能现在要想方设法 - 看看能不能够突破 - 他一定要能够跟川普打一个 - 道贺的电话 - 如果他能做到的话 - 这个台美关系绝对会上一个 - 不一样的平台 - 我这个感觉是我看到了 - 川普接受了印尼现任的新总统的公贺电话 - 这段电话太传神了 - 他使用标准的英文跟川普交流 - 川普一听 - 他说你的英文怎么这么好啊 - 这么漂亮 - 我们赖总统是留美的 - 他能讲英文 - 我觉得他一定要掌握这个可能性 - 有没有办法跟川普讲两句英文 - 让川普知道说 - 你也能讲英文最好练一下 - 这个效果会高于任何未来 - 跟这个不同层级的这个政府官员打交道 - 我这是一个很有诚意的一个建议 - 也就是说我们的团队 - 因为是比较官僚制式的 - 也就是说在美国总统选举之前 - 这个安排的这个想方设法所做的安排 - 可能就是标准作业此时此刻 - 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不标准的作业的一个总统 - 所以说你可能也需要采用一套比较突出的作为 - 这是我觉得您刚才问 - 这个台湾政府台湾总统如何来开展未来的台美关系 - 这个思路可能要往这种比较奇特的方式 - 不能走过去那条路线 - 我有点意见 - 我觉得如果赖金德真的跟川普通上话 - 因为不要忘记之前川普跟蔡英文通上话 - 引起很多的争议嘛 - 后来很多川普的官员自己写回忆录都说 - 川普后来后悔了 - 对 - 所以他这次还会接赖金德的电话吗 - 不会 绝对不会 - 他如果这个 - 他后来花了一些时间跟中国大陆 - 再去联系上的时候 - 再强调就是一个中国 - 然后呢 - 也说出台湾是比肩的这种情况 - 对 - 那他也在选举的时候说我们要付保护费 - 对 - 现在如果说 - 他赖金德跟川普在就任之前通上话 - 其实你觉得在台湾的媒体我们会感觉到 - 是欢欣鼓舞还是有一点紧张不安 - 不确定性 - 因为以川普的个性 - 他等于又在把这个当做一个筹码 - 那你觉得北京会怎么回应这个事情 - 不是从什么台美关系的外交互动的层面来看 - 而是从两岸的稳定跟我们如何避免成为美国 - 这个真正的比肩跟筹码的角度 - 我当然不会反对说我们对外的关系 - 能够持续的这个拓展 - 但是这个是有一个很深刻的之前的这个情况 - 跟现在两岸的这个情势 - 如果说川普跟赖金德真的通上话 - 我觉得中美关系跟台海议题都整个会往前提了 - 你可以想象这个事情会不同的变化 - 也就是说川普有个想象 - 他要提早完这个卡 - 然后北京也开始有个认知 - 这个台湾的议题一定就开始往前提 - 而且变得非常的核心 - 不要说讲电话 - 现在包含就说传出了赖金德可能要访太平洋友邦 - 但可能会过境像夏威夷或者是关岛这个事情 - 那其实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林静 - 已经在记者会上特别说了 - 说敦促美方恪走一个中国原则 - 跟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- 不允许赖金德过境 - 所以一开始这个中方的态度呢 - 又再次的踩死了 - 就说他其实也不赞同赖金德 - 不管是过境的方式啦 - 或什么样的方式 - 已经表达一些态度 - 老师怎么看 - 对 因为北京一向就是会这样做一个立场的抗议嘛 - 但是我们回顾这么多年来 - 中华民国的总统 - 基本上都有过境美国的这个惯例 - 对 - 只是看地点的选择 - 有时候不是操之在我 - 但是大家都会讲说 - 周恩言书是安全便利 - 带有基本的条件 - 但是可以看到 - 东岸西岸 - 东岸要停哪边 - 就取决于美国对台湾的 - 这个当时候美中关系的判断 - 还有对台湾美台关系的判断 - 但是基本上 - 因为赖金德媒体传他要出去 - 已经好一阵子 - 从520之后都有 - 那当然包括说 - 假设你往这个我们南太平洋的一些 - 我们的邦交国 - 那可能是这个 - 夏威夷关岛是比较合理的 - 但是假设你要往中南美洲的邦交国走 - 那基本上过境美国的东岸 - 但东岸还有很多种不同的选项 - 也是可能的 - 我觉得这是迟早 - 迟早会有这样的一个一个行程 - 但看起来是 - 在上一次在传这新闻的时候 - 拜登政府是有些考量 - 因为是大选 - 对 - 而且在他美中之间 - 非常非常关键 - 所以我印象中 - 没错的话 - 当时民进党是派秘书长 - 跑了一趟美国十几天 - 我相信 - 如果按照常理判断的话 - 赖希不希望过境美国 - 他当然希望及早去 - 但老实说 - 这还是受限到一些美国对于当时 - 时空环境的判断 - 所以 - 我觉得北京一定会抗议 - 但是按照过去的这个惯例来看的话 - 我觉得过境美国的几率一定是有的 - 对 - 所以接下来 - 我不知道最后两分钟 - 我听一下这个袁老师的看法 - 就有关于这个赖清德 - 因为从这个520就职到现在 - 他都还没有出访 - 那过去的总统 - 其实呢 - 在就任之后 - 很快的都会有这个出访的行程 - 尤其是一个象征意义的 - 要过进美国的这个部分 - 那现在看到赖清德 - 是不是有一点点的 - 遇到这个出访的部分 - 遇到很大一个挑战 - 对于赖总统他就任之后 - 原来想做的事情都没有做成 - 就是主要是因为外在环境 - 是不太给力 - 我是这么想 - 台湾要处理这个两岸关系 - 要处理这个对外关系 - 国民党在过去比较擅长的 - 就是两条腿走路 - 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 - 我两边都可以经营 - 我的一个建议就是说 - 赖总统也可以开始思考一下 - 怎么来创造一个新局 - 或者还是要寻求一边倒 - 还是要寻求一下来缓和两岸 - 我觉得长久以往 - 可能台湾的任何领导人 - 不管哪个党 - 可能都要面对的一个相同的课题 - 那对于民进党而言 - 他要突破自己的这个局限 - 也就是说一边倒 - 一边倒比较舒服 比较简单 - 但是与此同时你也要考虑到 - 怎么来寻求一个两岸的 - 比较长治久安的稳定 - 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挑战跟课题 - 的确 这是对于赖清德政府来说 -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-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的重磅节来宾 - 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做点评 -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- 别忘了在这个最后要帮我们按赞 - 然后在底下留言 - 将我们的影片分享出去 - 我们下周再见 - 谢谢三位老师 - 谢谢 - 谢谢很精彩 - 节目们总烦恼脸上细纹干燥与暗沉 - 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KS Royal Face -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-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- 它添加五种EGF -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- 强化皮肤修复 - 增加西肤柔性水嫩 - 轻松不平皱纹 - 换回青春自信 - KS Royal Face -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- 国富路全校精华 - 精华霜 - 即刻启动动铃密码 - 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- 请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- 请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